王涵要终结深圳队的两年胜 看来山东队的垫脚石来了 我们这次准备的大招 深圳队还接不住 因为山东队在当前赛季 就要尝试着剑职总决赛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登上总冠军的宝座 可王涵依旧带领着他们 重新打出七路人的精气神 毕竟他们在上个赛季被打得太惨了 在当前赛季 他们就要用实际行动证明 我们依旧还是全联盟的四强球队 这不如今的他们就迎来了正名之战 王涵依旧以他的深圳队 还接不住他们的大招 可是是真是这样吗 下面三案就得一起来看看吧 然而大多数的粉丝却并不是很看好 山东队理由也很简单 就算深圳队目前排在了全联盟的第16名 可他们的整体实力并不弱 尤其是在他们获得了周鹏的加持之后 他们的风险实力就取得了新的突破 就算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战绩 并没有达到预期 可当比赛推进到第二阶段 他们的整体表现显然都取得了新的质变 看来从直教实力方面来说 显然还是王炎君更胜一筹 因为他不仅重新吹响了深圳队的冲锋号 他还要带领着他们在当前赛季 向董冠军的宝座发起新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王涵还能准备什么样的绝招 能够击败如今的深圳队呢 大家别着急 篮球队马上就针对这两只球队 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深圳队的情况 目前他们以九胜五负的战绩 排在了全联盟的第二名 他们这个战绩也创造了 自己在最近几个赛季的新高了 看来从直教实力方面来说 许昌总完全被碾压 但从山东队的表现来看 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还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因为不管是陶汉林 高世炎 陈培东的三大本土核心主力也好 还是卢切斯特 吉伦沃特 以兰斯伯格的三大外援也罢 他们的整体实力 依旧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 取得更大的突破 只有这样 山东队才能白扯干头更进一步 这不 就在一山西队的对接中 他们就成功击败了对手 虽然他们只领先了三分 但如今的山西队可并不是软世子 随后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比赛中具体的得分情况 蓝色伯格 30分 五篮板 三助攻 罗歇斯特 21分 一篮板 与两助攻 陈培东 19分 两篮板 两助攻 与两抢断 陶汉林 19分 18篮板 两助攻 与三抢断 高世炎 18分 8篮板 十助攻 与五抢断 焦海龙 十分三篮板 三助攻 与一盖帽 从数据上来看 山东队的本土阵容就彻底播发 尤其是陈培东这个点 他显然就成为了新的惊喜 特别是他四投四中的三分球 更是在关键时刻 帮助山东队进一步稳住了局势 而且陈培东这名球员 还成为了这场 进入大战中的关键先生 但王涵要的是他持续性的播发 而不是他高光时刻的昙花一现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山东队在未来的比赛中 同样很难视辽宁 广东 深圳 以及浙江等强队的对手 但如今的王涵就准备了一个大招 那就是尝试着让陈培东 将他的三分火炮给稳定下来 然后再以罗希斯特 兰茨伯格组成山东队 最稳定的外线火力输出点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创造奇迹 其次 我们来看看深圳队的情况 目前从战绩方面来说 他们显然以山东队 存在着不小的杀剧 就算他们在阵容方面的优势很明显 可如果他们想赢头赶上来的话 那就需要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 能够连续斩后多场比赛的胜利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让自己的战绩 白采干涂更进一步 但自从王涵金执掌了深圳队的率印之后 他就给这支球队带来了新生 因为他不仅重新激活了队内的老将 他还让队内的多名青年军 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尤其是孙耗欽 他的崛起势势就非常明显 看来 粉丝没有福了 但明眼都能看出来 王涵金在当前赛季 除了要将深圳队的状态 给重新找回来之外 他还要尝试带领他们冲击总决赛 就算这条路在当前赛季并不好走 可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那就是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并不是好士兵 而这句话对于深圳队来说 也同样适用 如果他们丧失了冲击总冠军的那股冲劲 那他们也很难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更大的进步 但从深圳队用钱的情况来看 等他们成功打击总决赛之后 他们的下一目标必然就是独怪 可如果在这里要问 王汉在接下来的鲁神大战中 能否成功击败深圳队 必让他们成为山东队崛起的垫脚石 但那具体看来 这个可能还真有 因为通过上场比赛的胜利 已经让王汉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尤其是陈梅总准备球员 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后 王汉肯定要对他的三分图射 进行进一步的强化训练 目的就是让他在鲁神大战中 依旧能够保持滚烫的三分图射手感 到时候 再加上男子伯格高世炎陶汉林 这个大礼包 他们还真有可能 终结深圳队的两年胜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